嗨,我是小璐 去年买了颗柠檬 现在已经可以吃了 圆鼓鼓的 还是我最喜欢的黄色 你们买柠檬回家 都会做什么用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用柠檬泡水 或者做柠檬茶喝 今天就用这几颗柠檬 做一罐好喝又养生的柠檬蜜吧 第一步就是清洗了 象征性的往清水里滚一滚 用盐搓一搓就可以了 如果是超市买来的柠檬 这一步要更认真一点 给洗好的柠檬稍微放松一下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 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这样熬的时候皮不容易断哦 再给柠檬去籽 这一步千万不要偷懒 一定要去得干干净净的 不然会很苦的 我用了三颗切了一大盘 接下来就可以熬制了 全程一滴水都不加 要记得用不粘锅哦 我们把柠檬片在锅里一次叠好 撒上一层黄冰糖 一层柠檬一层冰糖 直到都均匀地铺在锅里 冰糖的用量大概是柠檬的两到三倍 多就甜一点 少就酸一点 反正随自己心意来 开小火慢慢熬 刚开始会觉得干干的 等到糖和柠檬汁全熬化了 就会发现 哇 还不少呢 熬到柠檬片开始变透明 就可以关火了 最后我们再来掰一些玫瑰花 春天是很适合和玫瑰花的季节 树干礼器和柠檬也特别搭 关火后撒大概10克左右的玫瑰花瓣 搅拌均匀 放置在一旁等待变凉 等的时候可以给玻璃罐高温消个毒 等摸着不烫手的时候 就可以把柠檬蜜装进玻璃罐里了 最后再加入20克左右的蜂蜜 这样蜂蜜里的活性酶就不会被高温破坏 再把它们搅一搅 玫瑰柠檬蜜就做好了 做好的柠檬蜜放冰箱冷藏 随取随喝 一个月内喝完 时间越久 玫瑰和柠檬就越融合 哦 还剩一颗小柠檬没用上 再做杯我喜欢的柠檬茶 喝喝吧 柠檬去掉头和尾 划几刀中间不要切断 用力倒出柠檬汁 热红茶里加点零卡糖 调个味道 再加点冰块降温可以降低茶色味 再贴上可爱的黄色贴纸 放入冰块 倒出汁柠檬和红茶 这样外面卖十几块钱一杯的 一颗柠檬茶就做好了 喝的时候给树浇点水 感谢一下柠檬树的馈赠 嘿 又开花了 你们说下一步柠檬做些什么好呢 做好的玫瑰柠檬蜜 第二天就可以喝起来了 要记得用温水冲泡 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 有一点微微的苦味 但是我是能接受的 坚持喝皮肤会变好 还会变白哦 柠檬蜜也是止咳两方 火龙肝痒都可以多喝 春天啦一起多喝水吧 喜欢视频的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